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 好一个剑仙所传 月夕花尘 我什么时候教过你这么烂的剑术 这要传出去 你师父我的脸面就丢在江湖上了 师父 我明白拔剑的理由 只不过拔出了一柄剑 就这么高兴 以后还怎么教你上城的剑术 守护之剑 你收了个好徒弟 果然还是这个结果 听说你也收了一个徒弟 开启了无双剑侠 正在修习十三非剑之术 我这个徒弟天赋远在我之上 他五年之内必成剑仙 好 五年 我这徒弟三年之内必成剑仙 你永远都这么骄傲 宋燕辉 你找我试剑三次 败了三次 不过这一次 将是你我最后一次试剑 从今天起 你将不再奢望 敢战胜于我 来吧 死在这一剑下 你可有遗憾 今日事件 我已无害 你也是受一成之累 如果你不是无双城城主 你的修为不止如此 手下留情 为何 你打了三次都打不赢 还要硬来 你有完没完 你的剑是守护之剑 虽然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但你本该这样 因为你的父亲姓蕾 你的母亲姓李 所以我接受这个结果 阿姨 如果你这次就会怎么罢了 我们就会不会有什么东西 你就会不会有什么东西 可以在我最后一回 一人暂时才会不会像我 应该谁 你 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